大家好,歡迎回來這個槍彈辯博 我們第一集繼續玩這個第一章 上一個罪章我們提及到 現在我們進入這個校園 有一個很恐怖的規矩 畢業就是殺一個同學 可以畢業離開這個學校 不然就在這裡一輩子 在說完這個規矩之後 各位同學就開始互相猜疑 對方都互相殺了自己 而打破這個沉默的氣氛 本地的蠥氛就是一句說話 我們就知道我們要怎麼辦 對了,怎麼辦呢? 會發生這麼欠 forts 我們倆可以永遠留在這裡 這是まぁ這種簡直主 streaming 他這句大字說話指向在場所有的人 但是他這句已經把我們折返回現實 確出 самом 有時候期差就不能安 traverse 我既然忘記這那麼簡單的事 真可憐爆表不可原諒 沒有人能感打我跎多一拳 有人還能打我一拳 不 走 Banana打 grow拳 我乘不了自己 快點認為打我一拳 不過如果你死後不能打你的拳 又擠了你的拳 我畢業了 你有時間,找你邪鬼 現在安靜 可是 具體來說什麼東西 白痴,所以拍賭你的拳 就好看操作 的拳 我們要狠狠地打死熊 不如先看看電子桶37 在戰鬥行動前我們先確認黑白熊的效規 如果不知道規矩立即戰鬥行動的話 就會爆炸,然後雙腦筋又... 你經常雙腦筋,也不是雙腦筋很簡單 總之我們先確認效規 效規 這是我的名字 開電子搜索後,就有我的名字 黑白熊所說,顯示慈陽的名字 就是校規的圖示 上面有一些校規,必須遵守規則 學生指人在校園內共同生活 共同生活沒有期限 晚上10點至早上7點是晚上的時間 部分區域是晚上的時間是禁止進入的 學生們只可以宿舍的個人房間就寢 故意在其他房間就寢行為 故意在其他房間就寢行為 就視為這個犯規 即是你不可以進入其他房間睡覺 只能夠在自己房間睡覺 學生可以自由調查,一切我們是不會加這個限制的 嚴禁對黑白熊使用暴力和破壞這個攝影機 殺害任何一位同學的兇手可以畢業 但是呢就不可以讓其他同學知道自己原來就是兇手了 除了前術之外,補校的校規有機會會增加 有些頭暈 抬起看看 其他人都跟我露出一樣這樣的表情 什麼校規來的?我不會被這些操縱 喂,既然是這樣 不如你試一下無視校規吧 我覺得你會死的,死得很慘 不過,如果這樣做的話 大和田那些就會沒有後備機體的狀態 真是的 真是的 黑白熊爆炸都是後備機體的 但大和田是沒有的 男人間的約定 所以呢 我一個約定未完成的 所以我不可以死在這裡 唉,雖然都不可明 但總之你怎樣都會守候規 算是 打擾一下 關於第六條,大家覺得是什麼意思呢? 殺了一個同學就可以畢業 但不可以讓其他同學知道自己就是兇手 對啦,我也會在意這條問題 也真的懷了水不易的話 就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殺人了 為甚麼? 不需要在意這種事 總之反正是規矩 你記住這一點就行了 沒有人幫你決定我一切 什麼也辦不到的你們 真是的 到現在就這麼慘了 你這人真是的 第一個就殺了你 唉,好生氣啊 他應該很生氣才對的 你竟然在這裡 然後就是 噢... 總之呢 先不要你殺人這些死人idea了 如果知道校規的話 不如探索學校先吧 這裡是哪裡來的 有沒有逃脫出口 糧食啊 入用品那些啊 還有很多事情要搞清楚啊 撒! 一起搞清楚去吧 我一個人去 為甚麼啊? 這個發展太奇怪了 我們當中可能已經有人計劃 怎樣殺人啊 難道我和你們一起行動啊? 不要先啦 這樣 應該不能肯定絕對沒有 所以你們聽到畢業條件才會害怕 不是嗎? 所以我一定要一個人行動 我要按自己的方式行動才行 喂 你不能這麼隨便的 走開你低等生物 浮游生物 喂,甚麼意思啊 真是第一個想殺了這傢伙 無論怎樣也好都不會影響海洋 渺小存在就是浮游的生物 你活得不耐煩啊 剛才說了這些沽棉堂王的說話啊 雪糕啊 啊 第一個死的就是你了 砰一聲 哎呀 被人打了一拳 哎呀 我做這個和士佬被人打了一拳啊 真可憐 被人一拳打出去 我面對的就是這種人 我至今所累積的常識已經不通用了 在這個超高中級那裡 或者我已經不記得了 啊 意識中斷了 然後當我再次醒來的時候 發現我在 哎呀 太慢了 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哪裡了 奇怪了 這裡是 歷所當然呢 沒見過這個房 總之呢 這裡是哪裡呢 是不是我的宿舍呢 可以用F1 開啟這個選單 確認效規和大家的通送率 地圖和這個研塔特定項目 視乎場合 有時候是用不到的 遊戲的中斷補存作品 都可以透過這個手冊來用 請確認系統 F2就是你的CV 備份CV 就可以看到大家的 那些Dialog 之前所說的對話 應該是 喂 滑鼠滾龍會炸得太 好啊 這個就是Dialog 這個就是Dialog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可以確認你所記憶的證據和證詞 哦 真的指控哪一個兇手 應該是 禮物呢 所有物品都需要接受檢查 沒有任何物品 通訊錄 先打給自己 啊不是 這個不是我自己 先打給一個同名的人 我絕對沒有這個人那麼差 體重155kg 我哪有那麼重啊 我60幾 我 我一七幾 新高 啊 那就 對了 還有什麼 考規 有沒有新考規啊 轉個頭 沒有啦 系統 保存 好我們可以開始探索一下自己的房間了 例如這裡 什麼 啊 啊 清潔的黏子 滾下滾下滾下 吸附層的那些 真的是叫我們自行打掃 在這裡 果然呢 這裡依然是釘了鐵板 還有CAMERA在這裡 很不舒服 但根據效規 如果破壞他的話就會死的了 所以還是不要理他了 那個貴通給了些什麼 咦 工具組啊 是未拆封的東西來的 不過暫時用不著的 收回去吧 什麼用不著啊 螺絲批一下就幫你畢業了可以 床沒有那麼奇怪的東西 這個呢 有個變調子 應該是房間的備用品來的 再看看有什麼線索 應該看完了 看看這個是不是鎖匙 這個就是房間鎖匙 上面寫我的名字 這個就是我的房間 先收回去 依然是有個電視的 因為隨時做這個廣播 好 看看這個 這裡寫什麼 牆上面貼一張紙 上面寫的內容就是 來自黑白熊校長的通知 房間的鎖做了這個房間加工的 由於難以複製鎖匙 所以千萬不要掉下去 雖然有一個臨浴間 但晚上不會出水 另外只有女生房的臨浴間才開上鎖 還有一個小禮物在這裡就是 給六學生的 很有女性風格的針線包 而送給男學生的就是工具組 針線包裡面有人體要害子男 各位女生用針刺一下最有效 而男性用工具組的時候 就偶打頭部最有效 我早就說了工具包很好用的 用來幫你畢業的 等我垃圾桶那裡 先檢查垃圾桶 還有什麼特別的機關 很普通的垃圾桶 剛剛放了一張紙 GET 什麼來的 剛剛拿了什麼 我覺得應該隨身代好工具組才對 用不住ailed 我只是想要2機關 什麼用不到啊 我們是一陥性的 這個呢 這是林浴間的 沒得鎖的 打不開 也上了鎖 什麼呀 不是說女生的才上鎖 還是那些男生的才上鎖 這個電視和清工具有關 我做但有這是說的 這是第二部 open 也是用廣播 沒有了應該 是不是 好我們準備離開這間房 但問題現在時間 有鎖的房間 好這個一定是我的房間 但問題現在幾點 學生館只可以在個人的房間就寢 不然就會受處分 但他有一段時間是晚上不可以出去 所以我現在的時間很麻煩 有人把失去意識我送來這裡 好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其他人做了什麼呢 就是離開這裡 可以知道其他人做了什麼 好我要離開這裡 對出去給我 我為了跟其他人會合就走出房門 但一出去就有些老土的好像漫畫的情節 有人襲擊我是不是 哎呀 不是 是遇到女同學 然後是戀愛的樣子 老土的情節是永遠不嫌多的 帶一張符 沒問題 麻煩 然後慢慢起來 這個同學 你真的沒事 我受傷 你太誇張了 沒事的 我都轉入少少肌肉 因為我在舞台上跳跳跳 不過你沒事的 剛才被大和團同學打得那麼傷 對呀 暈了 真的很刁面 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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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 如果你們醒來的話 都可以來餐廳 你們暈了之後 我們分開行動 打算分開行動有些效率 然後就調查之後 大家一起討論這個調查結果 咦? 暫時時間到了 我當然要去 那我先去餐廳 好了 那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調查結果 咦? 寫了大家的名字 這裡是 掛著名牌 然後有你的頭在每一間房間 這裡是很明顯的宿舍 宿舍 宿舍 讓我走一個圈 宿舍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有! 有特別的東西 這是什麼? 咦? 這裡是餐廳 難道就是 不是呀 餐廳應該是左下角有個刀 這個看來是養廁桶 可能是養廁桶 可能是 它有一個Logo在這裡 不告訴我是什麼房間 鹽廁女廁 能不能入籁 什麼? 和我無關 能入得的 好 好 等我走去這個 這個看來是三浦的地方 這個是不是洗澡房呢? 這個是什麼? 咦? 調轉了 希望封學完整個字 調轉了 真是絕望的意思 都說差 真的有這個餐廳 都說差 都說差 先喝一口水 口渴 原來很肚餓 有一點點 這裡是宿舍的餐廳 嗯 這個餐廳很乾淨 不過現在不應該高興 因為我們被困住了 其他人還未來 待一會 等吧 你聽到了嗎? 因為我有超能力 直覺來的 我覺得它真的有超能力 不是直覺這麼簡單 嘩 這傢伙獨三屬 小心點 嘩 又突然找個教學出來的 你 反應對話 你不是等著跟它說話呢 說話的時候就有紫色句子 就會有反應模式 選擇句子 然後按滑鼠左鍵 就可以專門更新入的內容 這就是反應對話 怎麼反應對話 對了 有沒有跟... 什麼事啊 嗯 剛剛自我介紹的時候 沒有說完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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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次想和我有沒有確認一下 噢 真的比我選擇對話 好像Ford out那些 我想繼續講自我介紹 沒說完的話 好 沒說完的話 剛才過了一半結束了 但是有件事想問一下 成哥的 什麼事啊 好在意啊 蛤 你又說了一半又不說 那些人 有件事想和你過關一下 這次 有件事想和你過關一下 是甚麼事呢 呃... 是否應該聽她說呢 喂 喂... 怎樣啊 怎麼操控啊 這個... 自我介紹還沒說完的話 呃... 但我有件事想問我 想問我 是甚麼事呢 好在意啊 喂...你趕吧 又不趕我真是玩東西嗎 我不是錯過了些甚麼 現在幾點啊 現在幾點啊 7點 夜晚了已經 可能現在是light time 已經 呃... 成哥你睡了很久了 已經 因為沒有槍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時間 留了多久 甚麼沒有槍 這個不是槍 有些樹在外面 真的上面有個大天花 包著你 這個槍是 喂... 呃...這裡有東西啊 不要到處走啦 大家等先啦 電視有沒有廣播 可能黑白鴻少出現的 這個鏡頭呢 又是同樣的對話 但又拿到個章了 看看最後有沒有東西 可以讓我觀察一下 呃... 沒有了 喂... 那人是紙板的樣子 真的很好笑 那就是我現在只可以跟他對話 但我經常對話失敗 確認... 確認些甚麼 啊... 我成功選了我的對話 終於都 你是不是讀六中的 跟黑六中 第二班... 啊...我們是同班同學來的 果然... 我都一樣讀過我以前四班的 啊...不是同班同學 但是同學 根本不用問我 知不知道呢 其實... 唉... 他在國中時代開始呢 他有一個超字形容的... 啊...真的... 其實他是一直都知道的 我主角 所以就說 啊...他可能記得了我了 但原來他記得我的 他也是 他竟然記得我啊 甚至不是同班同學都記得我啊 做甚麼啊 啊...沒有啊...我那些驚訝 想不到... 原武同學會記得我啊 唉... 畢竟我們是同一間的國中嘛 即使同一間國中都很多同學啊 我這種平平無奇的人 很多時候都是這個平均值的 平均值的 太普通了...你說甚麼啊 你真奇怪啊 哪有奇怪啊 哈哈哈... 你不是很喜歡我呢 欸...不如我們一人沙哥 就出去吧 哈哈... 除了沙哥之外 也想不到其他形容詞的笑容了 不過有一個認識的人手太好了 可以跟這個苗木同學聊天 真是好精神啊 好厲害啊 啊...不是啊... 我甚麼都沒有做過啊 其實... 嗯... 對比起其他超高中級的人來說 根本就甚麼都不是 不過...對了... 可以鼓起勇氣 能夠令我鼓起勇氣的人 只有啊... 苗木同學而已 其他那些超高中級的 其實我做不到的 好... 嗯... 就... 我來做這一個的助手啦 助手... 我是苗木同學的助手 我會全力幫你逃離這裏的 是不是全力幫我倒了呢 兩個人啊 突然間有降勁了整個人 哇...大家好猛啊 怎麼還沒有人來呢 這個時候... 到門開了啦 餐廳門 哈哈... 風紀來了... 你們是第一個到的 真是可惜啦... 本來我惹我第一個 難道我決心還不夠? 但我不會放棄的 正義必勝 你神經病 這個人真是...太誇張了 接著... 沒多久... 其他人都來了 但過了幾分鐘之後 全員都齊了 哎呀...還以為有一個人死了 已經... 好... 所有人都到齊了 立即開會 大家分享你的調查報告 然後盡快離開這裏啦 等一下... Jordamate? 嗯... 那個叫甚麼名字啊 顏色頭髮的女生 對呀... 怎麼了? 他不在啊... 啊... 你說甚麼啊? 原來看一看... 的確... 墓切同學不見了啊 去了哪啊... 但其他人還搖搖頭 不知道他去了哪啊... 沒有人見到墓切啊 墓切同學... 難道已經死了?! 不限殺人手法... 殺最後的學生就可以離開這裏啦 請好好努力... 用最糟糕的手段達成最好的結果啦 難道... 已經... 啊...不是...我太擔心而已 啊...可惡啊... 既然第一天就遲到... 不但遲到啊... 還沒有通報自己會遲到 一點都不像一個遲到的人啊... 你如果沒有電話怎麼通報 對方會遲到啊... 啊...不是...那個電子學生通送路 好... 你說些東西... 你說些瘋三倒四的東西 知不知道說些什麼啊... 啊... 還能碰到你的手時啦... 好...我們現在立刻開第一次的會先... 那... 不如... 明目的同學你分享啊... 你先聽聽大家分享的表查報告先啦... 因為剛才你暈了嘛... 始終都... 好... 唉... 覺得... 剛才的我... 是不是真的好像助手呢... 雖然不是高可靠助手... 但我會努力的... 多多指教... 好... 這個廳大家調查報告啦... 由誰聽起來好呢... 嘩... 其實每個人都要聽完啦... 喂... 我沒得聽... 哪個的報告... 我跟誰聊天我要... 哦... 真的... 哦... 我一定要跟這個聊天... 就你呢... 好... 先簡單說明一下啦... 剛才大家... 分頭行事的... 十神同學... 和這個石苑同學是單獨行動的... 而無切都是... 但無切剛剛已經可能中個招死了... 已經... 我要先記住他們的名字... 十神同學和石苑是單獨行動的... 然後... 光之島... 葉隱和桑田一起行動的... 山田同學... 父村... 這些一起同學的... 一起行動的... 那就可能真的要... 想一下這個... 什麼啦... 十神同石苑... 我想他們那個... 嗯... 嘩... 可能暫時要先為他們殺了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是單獨行動的嘛... 因為呢... 殺人的規則就是... 殺了人呢... 就不可以讓人知道的... 那麼... 他們打交單獨行動的話... 這兩個最大嫌疑啦... 立刻開始調查... 好... 十神同學... 我調查... 就是關於... 囚禁我們犯人的線索... 但是... 沒有一些決定性的發現... 這就是我的報告啦... 沒有啦... 哼... 如果大家有報告的話... 就發現... 有發現... 就報告啦... 但是沒有嘛... 沒有辦法啦... 有...我發現... 你殺了人啦... 一定是你... 平時那麼囂張... 大家一起唯吐吧... 好... 到石院同學啦... 我調查的宿舍區啦... 結果世紀大發現... 宿舍竟然有所謂人的個人房... 這個... 早知道啦... 每個人都有一個名牌... 一個指定的房間... 很貼心地準備了鎖匙的... 啊... 所以... 果然剛才那間就是我的房間啦... 還有完全隔音的... 我剛才已經測試過啦... 就算怎麼說話也好... 都聽不到的會... 就算大喊也好... 都聽不到的... 而且... 還有很乾淨的林浴間... 還有鎖... 好像只有女性的房間才可以鎖... 就是男性是不能鎖的... 嗯... 但是剛才我調查的宿舍... 好像鎖住了喔... 真是奇怪... 等一下再查一下... 啊... 既然... 擅自準備了個人房... 擅自要我們住下來... 唉... 好過沒有啦... 怎麼都好過野外求生啦... 所以你們的報告就是這樣... 不可能的... Iso desu... 這就是我的報告啦... Iso desu... 我一定要透過我的助手... 來... 了解我的其他的調查報告... 好... 聽一下這三個同學的報告先... 我們切到到處查走廊的鐵板啦... 但是... 什麼都拆不了啊... 全部不行啊... 每一塊鐵板都不動如山啦... 是沒有任何地方走出去啊... 真的完全封閉了啊... 原來... 哎呀... 真是大鑊啊... 超大鑊啊... 怎麼辦啊... 喂... 冷靜點先... 好... 接著就來看看這個... 調查大臣... 同學那批人啦... 我調查了學校那邊啦... 看有沒有方法開門外界啦... 但是... 什麼都找不到啊... 對不起啊... 我打算回到原關大廳... 看看可不可以破壞入口那塊鐵塊... 但是... 稍為試一下... 就算是那個超大隻的同學... 都沒辦法可以撞得開那個門啦... 跟鐵一樣那麼硬... 什麼...那叫鐵來的嘛... 說廢話在這裡... 唉... 總之正面攻擊呢... 就弄不拿鐵的啦... 好想哭啊... 但是我要忍耐又要減少水份的消耗啊... 蛤... 沒有食物的嗎... 這裡... 雖然呢... 我發現了一樣跟外掛聯絡方式沒有什麼關係的東西... 但有一件事我很在意的... 就是呢... 學校宿舍樓梯那裡呢... 有一個可以通往二樓的樓梯... 但是呢... 就有一道門呢... 風雨了... 但是呢... 怎麼找都找不到開關啊... 嗯... 總之呢... 我們只能調整一樓而已... 我們進不到二樓了... 所以還有很多可能性的... 來... 有出口存在的可能性... 好... 再看看其他同學的先... 應該就最後就是山田同學了... 山田同學... 正確來說... 其實我們不是在一起行動的... 而是在一起... 什麼都沒有做過... 在泰國館那裡... 因為在鞋裡走... 不符合的形象嘛... 啊... 你竟然什麼都不做... 樓梯有管... 你想搞什麼啊... 因為沒有人約我... 沒有人邀請我一起走啊... 你們想排我啊... 是你們的錯啊... 喂... 你想一起走就開聲咯... 我不要... 我不要跟這些安裝的辣妹一起啊... 安裝的辣妹... 你那些老袋兇兇... 什麼啊... 真是... 真是波大沒腦啊... 真是好想吐啊... 那樣... 好過分啊... 既然第一次這樣說人家的壞話... 冷靜點先... 你這樣對皮膚不好的... 你皮膚本來就不好的啦... 整天都會吵架... 你誤會了... 好... 還沒有報告... 只有我一個啦... 之後呢... 到我報告了... 原來這個雪糕是失滿了食材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糧食啦... 但無論糧食多豐富也好... 只有15個人而已... 可以撐多少天啊... 你們... 呃... 和我吃芝麻那些呢... 蛤... 我當我是小鳥啊... 不用擔心啊... 而且雪糕好像每天都會自動追加糧食的樣子... 黑白鴻這樣說的最少... 你見到他啊... 冰氣... 設定不上不下... 真的很恐怖啊... 不過... 你有沒有被日紅吃了啊...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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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你想說被人吃了... 是不是某一種意義的吃了啊... 是不是性那邊的意義啊... 但... 不是我講的這個東西... 是這個山田講的這個東西... 因為它是超越性的... 話題的... 主題的這個... 同仁字作品... 所以剛剛我模仿它的... 好... 我模仿它... 不是我啊... 喂... 你啊... 不要那些那麼狡猾的東西啦... 喂... 肥豬... 你這麼激動的... 你是不是這個醉漢來的... 好討厭啊... 你真是... 唉... 根本就... 這個世界是沒有一個... 不會惹人討厭的醉漢的... 做得多... 睡過龍嗎... 我們現在被人監禁了... 不是... 你是不是睡到懵了啊... 我們被人監禁了啊... 分分鐘被人殺死都不奇怪的... 對了... 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啦... 大和田還沒說完... 就傳來那個聲音打斷它啦... 你們真是好吵啊... 咦... 你回來了... 我還以為... 你一開始已經被人倒了... 喂... 做什麼啊... 會議已經早開始了啦... 這麼遲才來的... 在這個時候... 一言不發地放了一張紙在桌上... 這個是... 好像是希望風學員的導覽圖喔... 導覽圖? 等等... 你哪有找到這個的... 哪裡都無所謂啦... 誰都無所謂啦... 很在意啊... 不要說我過了... 張紙是什麼意思啊... 根據這個結構呢... 我們現在所在的結束物呢... 好像跟希望風學員完全一樣的... 這裏是瑜伽包換的希望風學員... 如果只看構造的話呢... 就是啦... 只要是做了很多種改建啦... 不過我只拿到一個一樓結構圖而已... 二樓那些是沒有的... 不過... 真正的希望風學員... 不是... 真的是希望風學員啊... 我們不是被人打到其他地方那裏喔... 怎麼會這樣事啊... 這裏不是陪附這個... 陪附這個國家美來精英學員來的嗎... 但如果這裏希望風學員... 為什麼沒有其他學生呢... 唉... 不要說啦... 你覺得這麼陰層的事情... 你不擔心的嗎... 你不擔心的嗎... 業員不擔心嗎... 擔心我們這種情況喔... 擔心... 你沒有... 因為這個是整股活動... 你從頭到尾都覺得這個是整股活動... 哈哈哈... 已經不是整股活動... 剛才是紅爆炸喔... 所以我們慢慢等待這個活動結束就可以了... 哈哈... 太天真了你... 大家分頭調查... 似乎有意義喔... 有沒有聽啊... 有什麼意義啊... 有沒有逃生出口... 又沒有犯人的真面目... 哪分有意思啊... 不過始終都搞明了一件事... 我們被人困於藥在一個沒得走的密室那裏... 這個是... 沒得走的事實來的啦... 然後我們又沉默了... 這就是我們眼前的事實啦... 哎呀... 不要說出來啦... 我想忘記這件事的我... 我們被人困於藥在一個沒出口的地方那裏... 怎麼辦好啊... 好簡單啊... 殺個人... 一早就說這件事是最邪惡的啦... 蛤... 又高傲... 又自大... 又不肯和其他人在一起... 還要一口一口一口殺人... 第一個殺了你... 有得選的話... 喂... 這個新的社會呢... 大家一起... 交配... 然後有下一代... 然後在這個學園呢... 就變得很旺盛... 有十五個人... 十六個人... 變成三十幾個人... 這樣就... 好嗎... 缺乏適用能力... 就是缺乏生命力啦... 生存能力的人... 不是強悍... 也不是聰明... 而是能夠隨機應變... 適應這個環境... 適者生存... 好... 跟大家提議一件事... 提議什麼呢... 既然我們被人困在這裏... 我們一定在這裏過夜啦... 有一部分時間... 是不能進去的... 還有這個... 就寢的時候... 額... 故意在其他房間就寢呢... 就會是這個... 遭到懲罰的... 不如追加一個規定比他好一點... 追加規定是什麼... 晚上的時間禁止外出... 不如追加這個規定啦... 因為校規他沒有這一條規定... 所以我們就加這個規定啦...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他去玩... 我們每一晚都會提心吊彈啦... 可能突然有一兩個人出去... 然後有一個人突然落個單... 嘩...死了... 擔心會有人殺我啊... 蛤... 如果每一晚都疑神疑鬼的話... 很快就會心力交稅啦... 唉... 為了預防這一點... 就要限制我們夜晚行動時間... 不過這個... 效規不一樣... 因為沒有強制的效力... 所以才是大家合作的啦... 喂... 那麼這條規定都廢了... 那麼大家可以不守... 有機會... 對不對... 我也贊成啦... 那其實規矩如果沒有強制的... 呃... 懲罰方式的話呢... 大家都不會守這個規矩的啦... 有法不依的嘛... 對不對... 如果我不定規定的話... 大家就會完蛋啦... 好... 我代表所... 男生贊成... 喂...你沒有問過其他意見... 喂...你擅自做了代表... 大家都贊成啦... 太好了... 我失陪先啦... 你去哪裡... 真的到晚上啦... 我們要洗澡啦... 大家保重... 不是很優雅的步伐來的餐廳啦... 甚至不讓其他人阻止的機會... 非常自然這樣... 呃... 在這裏真的一點疑問都沒有... 好果決啊... 這裏... 好決斷... 所有事情都... 適應力... 主席... 怎麼做啊... 嗯... 今天的會議到此為止啦... 都就是到晚上啦... 我們快一迎接明天啦... 呃... 只能夠在這裏啦... 但沒辦法啦... 你不睡覺啊... 會消耗體力的嘛... 唯有放棄預先啦... 暫時... 明天要怎麼轉呢... 繼續分頭調查啦... 如果有什麼話要跟其他人說啦... 唉... 唯有這樣做啦... 解散... 我都累啦... 然後離開這間房那裏... 唉... 同學...我們都走了... 原來回到自己房那裏... 現在是light time啦... 現在是... 先喝一口東西... 再一次查一查... 沒什麼房間呢... 應該只有女生的房間有鎖... 但剛才我那個鎖買了一份啊... 激甲激甲... 喂...黑白鴻嚇死我... 呵呵... 是不是... 不是所遇啊... 嘩... 喂呀... 你反而這麼誇張的... 你又當我是幽靈的樣子... 啊...不是... 你應該說把紅當是幽靈的樣子... 你來做什麼的... 哎呀... 苗木成童漢... 這次真是麻煩啦... 好麻煩啊... 知相神奇... 糟糕糟糕攻擊... 因為... 只有你一間房間... 那個... 林浴間... 壞了鎖... 不是因為鎖了... 而是轉軸的問題... 蛤... 你沒有看過通知嗎... 你不用看字的... 男生的... 林浴間應該沒有鎖... 上有鎖... 沒有意思的... 是不是... 啊... 不是沒有意思的... 我對八盒的東西不太熟... 喂... 真的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搞機那些... 沒有意思的... 啊... 總之呢... 啊... 總之... 啊... 要打開這裡... 不是很...work的門... 就是一些技巧的... 我就是教你這個... 要這樣才開到的... 極格... 好耶... 開到了... 原來你對八盒很有興趣的... 真的那些... 那些什麼... 呃... 就算了... 不解釋了... 繼續玩吧... 看得這些二次元的人都知道什麼意思的了... 我想... 因為你是超高足級的幸運兒嘛... 哼... 那我就回去了... 喂... 先... 你在哪裡回去了... 你遁地啊... 叮叮... 那麼多位同學... 下落廣播... 現在是晚上十點鐘... 現在開始晚上時間啦... 餐廳的門會上鎖... 不准進入... 中國有個好夢... 真是說呢... 晚上的時候呢... 約好就不可以出去啦... 但是呢... 餐廳的門就會鎖... 然後我就睡覺了... 啊... 好像整天不停地被迫看電影一樣... 很累啊... 喂... 你剛剛睡了... 你暈了嘛... 對不對... 要不要再睡呢... 就是這樣... 第一天就落了幕了... 睡醒之後... 會不會一起都有一個夢呢... 會不會就這樣醒回來... 然後自己的家醒回來呢... 就這樣就好了... 但學會不是啦... 對不對... 黑白熊的溫馨小劇場... 完整的設備... 似乎好溫柔的黑白熊老師... 好光榮... 有一個這麼好的典禮... 實實實太感謝大家了... 大家身為這個希望封學員的學生... 一定要自覺... 邁向自己的理想... 由明天開始啊... 這個活動... 起床啦... 叮噹叮噹... 黑白熊... 嗨... 喔嗨... 現在早上7點... 起床啦... 大家一起衝衝全力去衝刺啦... 早上... 早上... 因為都... 沒有槍所以確認不了... 原來要做什麼呢... 是不是要上課呢... 是不是要上日文課呢... 不過先商量一下... 去他一房看看... 我左手叫什麼名字... 我是苗木... 我左手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我左手叫什麼名字... 母切同學... 唉... 和你聊聊天... 石園你好... 早上... 不要緊張... 哈哈哈... 互相作神的為人好正啊... 很清爽啊... 今天開始好好的加油啦... 經常都這麼熱血啊... 這個人... 大禍田... 濕神... 我左手叫什麼名字... 我左手已經忘記了...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也不是你... 不易燒... 不是啊... 我左手去哪了... 左手已經忘記了... 他叫什麼名字... 不如找自己吧... 有沒有看任務的目標 F1 F2 有了 我要找這個 冒切同學 原來是叫冒切同學 剛才我還說不是 我可以看看打壓落 我要找冒切同學聊聊天 冒切冒切你在哪裡 我們準備一些超越性的 找到了 走在我旁邊 這個不是冒切嗎 什麼叫沒有什麼事情要找他 我不是要找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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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冒冒同學 搞錯了 冒冒同學 我不是要找我 原來找到了 都在我旁邊 叮噹 早晨 我的助手 要拜託我 拜託我什麼 待會我出去 不如陪陪我 你去哪 我想看看有沒有防身勇的武器 防身勇 因為把我們困在那裡的人 可能會襲擊我們 困在那種定下殺人規則的人 畢竟他那麼異常 可能真的會襲擊我們 所以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好 我們都要保護自己 要找這些防身勇的武器 好 我們來看看那個 看我前面的展示 對呀 那裡有把武士刀 那裡有超人可以讀心 又讀到我的心 我覺得他真的有超人 但居然不是開玩笑 嗯 在效能移動很麻煩 所以就跟大家說 其實是不是有發速移動呢 耶 真的 但是指限呢 不是我這些特定的地方 被封鎖流 就上不了他 也有時候因為情節上的影響 這地方是不可以移動的 為了避免移動在牆壁裡 弄光消失的危險 還請建略 怎麼移動到牆壁裡面 怎麼可以 他會跟著我走的 欸 原來不會的 我自己怎麼走禮堂 我也想研究一下 這裡是哪裡 哦 通往宿舍 宿舍通法校園的地方 這個應該是校長室 有黑白鴻的樣子 是不是 打不開鎖了 應該是校長室 這裡看到黑白鴻的Logo 咦 有一位同學 其實有三位 三位安全一點 至少不會下單 不如跟他們聊聊 來 來 咦 你竟然跟他們兩個一起 很驚人的組合 咩呀 咩呀 我覺得這個組合很稀奇 我 我不想跟肌肉在一起 喂 好過分喔 你昨天明明很想有人約你 咦 我才去藥房間約你 我又沒有擺托你來 不要 不要再拉進肌肉的世界 大家都有肌肉 不要強迫他 今晚是 水火不容 咦 已經走了 喂 大隻佬有什麼說法 喂 大隻婆 真的很難想像這個是女同學 哈哈 她的樣子 根本就是一天都不像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找找線索 所以你們就會在一起 唉 根本沒辦法跟她聊天 你們有沒有線索啊 看樣子也是沒有的 嗯 我真的上二樓所遇到的事情 就是之前的調查報告 不知道怎麼才能開到的呢 我們去泥堂玩武器啦 沒錯 就是這把武士刀啦 這就是我們的防身武器 可能會有防身武器的 什麼叫可能有一大把武士刀在這裡 連獎盃都可以做防身武器 上面那些呢 看看有什麼調查 這個是什麼呢 還有一個頭盔 為什麼要放這種東西呢 Yet 有三個幣了 不知道有什麼用的呢 這個很明顯的防身武器啦 嘩 不過好像是無形刀來的 但美感真的很驚人 涂滿了杜金的 而且 稍微碰一碰 杜金的七色碰在手上 真的 手髒了 就算拿來防身也好 也有些 總比撥也好 不如你拿回去吧 說不定可以 當裝飾品掛在房間裡嗎 不過拿回去小心點 要用布置包住 變成我已經拿回去 似乎沒有其他東西要防身 不要緊 不用用的 不過就算真的用的好 我會保護你的 不用怕的 啊 妙母同學 你保護我啊 謝謝 只要你站在我身邊 就不用你防身武器了 轉頭一夜 砍死他 嘩 我畢業了 好 那你不用找武器了 拿下機會再聊幾句吧 然後發展一些超乎性的東西 其實我想調查多 調查我的獎盃先 我不想跟你聊天 金色的獎盃 這些不是獎盃 這些 賜圖 都不是放在太樂館前面的東西 這些是 好 哈囉 嗯 噢 噢 我的水果掉了地下 還有沒有一開調查 看看 看看 麗芝奇 很英國風的旗 看看 大家看到有十字 又有獅子 沒有啦 看怕被迫跟團隊聊天 聊天 先聊天 啊 明明說要聊天 但是聊天的時候 又不知道說什麼好 明明我先開口 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既然沒有話說 本次昨晚也沒有所謂的 不用勉強聊天 兩人一起發偶鬥也沒有所謂的 先發偶鬥 但是我們會悶的 不會悶的 只不過是我不習慣發偶鬥而已 唉 因為始終 跟我這種普通公眾室不一樣 你每一天都很忙 會 雖然很突然 但是 有沒有同學有夢想之類的東西 啊 不是 是沒有緣 同學有夢想的 我夢想就是想做偶像 我們是單親家庭來的 原來老爸每天都做到好事 只有我一個在這裡 好寂寞 而排解寂寞的 就是電視上的偶像 好像公主一樣 又會唱歌又會跳舞 最重要是那個笑容 原來我的寂寞就吹散了 所以我希望將來都可以成為偶像 嘩你好厲害啊 你竟然實現了世界的夢想 好厲害啊 我至今為了實現夢想 什麼都做過了 來是同一經紀人上床 是不是呢 包括這些不好的事情 咦 只要做了夢想 有一天一定會實現的 一定會實現的 就算要出賣肉體也好 無論是惡夢 無論是睡覺 只是醒醒 都一定是做夢才行的 只要在那個世界 一會稍微放鬆 就會落後了 所以就要在水裡游泳 連換一口氣都不行 不停游 世界就是這樣感覺的了 好辛苦啊 你不快樂的 那又不是啊 我好快樂的 但是也好害怕啊 真的的 每天都好快樂的 同一個團體 好好的partner 大家都是朋友 亦都是對手 大家都是 並肩 並肩作戰士重要的 火部 沒有了他們的話 或是早就放棄了夢想 真是他們是整五個人的團體 好幸福啊 但是我也好害怕啊 如果歌迷驗了的話 我們怎麼辦 當夢想破滅的時候 快樂的日子就會結束 到時候就會割散東西 阿 你已經震動了 那是頭髮小的 那是頭髮小的 啊 也是的 因為你是努力的成果 所以你很害怕失去 我下定去入這個希望複獲員 也因為這個原因 什麼意思啊 因為 只要是這裡畢業的話 就會成功 這樣我就可以永遠 和我最重要的火部一起活躍 一直活躍 本來就是這樣想過 本來 但是 但是我竟然被人找到這個地方永遠出不回 那些伙伴們一定在等著我的 啊!我會留在這裡 然後慢慢被人打亡的 我們會消失的!我們會消失的! 啊!我沒事的!做這些事 喂!冷靜點 是他的憤怒!是他的吶哭 他很沉重 簡直是沉重我們是想像不到的 對不起!我突然發起露騷 對!你嚇到我了! 我令你心情變差了 不是!我沒有這種事! 抱歉! 那是羽毛同學 餓不餓啊!不如去餐廳吃點東西吧! 我來煮東西啊! 我來煮東西啊!我來煮東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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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油!調味料! 說笑而已! 這個激動的表情消失了! 只剩下可能的表情 不過為什麼呢?我覺得表情好像麵羹那麼冷漠 然後內心是很痛苦的! 通常都是這樣的!偶像派 台上嘻嘻嘻嘻嘻 其實台下很可憐 然後一起吃飯吃完粉 就回到國王監房裡了! 又回來了! 就這麼多的八刀在這裡! 除了糖 除了這個突厚之外 沒有其他字可以應用到 還有少許時間 不如出去調查一下吧! 告訴我這份自由活動 告訴我這份自由活動 活動時間結束 劇情的推進 順便一提 在床上休息的話可以跳過自由時間 但我不是太建議這樣做了 總之要不要試一下 所以要不要試一下 這份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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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乾之島 藍妹 嗨! 被人困惹了 超抑惑啊! 怎麼才可以走出去的 咦! 跟你沒有增進感情 喂!三田同學! 有沒有新的作品? 超越性的作品? 你好!我是三田123 你已經說過一次了 沒有啊!你沒有新的作品? 搞錯啊! 這裡呢? 進不去的 什麼地方來的 公共用場來的本能應該是 但是keep out 不讓你進 餐廳呢? 進餐廳看看 剛才我選擇動作的難度的話 那我是不是會用那個WASD呢? 你走一些會恐怖的 不是!被人逃過追殺的 嗨! 大家很難找出口 大家很難找出口 嘩!你有興趣殺我們嗎? 不通 你小心點 這個八婆才行 八婆! 現在幾點了 雖然有個鐘在這裡 但根本看不到外面 也不知道正不正確幾個鐘 對了! 告訴你睡了5個鐘 但原來睡了2個鐘 但你依然覺得很睏 喂!我剛才還沒來過廚房 先調查一下 喂!找到出口了嗎? 唉!一點手蠻都沒有啊! 嘩!很快餓 嘩!12點了!很餓啊! 睡了 出口在哪裡啊? 我怎麼才可以離開這裡呢? 啊!先調查一些食物 嘩!很多蔬果啊! GAT! 這幣子他現在都沒有跟我說 我有什麼用 我想調查一下CAM 都要出一個同樣的 嘩!刀啊! 好危險啊! 菜刀架?有很多種刀啊! 煮東西吃不需要用這麼多種刀啊! 原來是不需要用這麼多刀啊! 這些刀是用來幫我們畢業的! 呃!似乎一會兒就可以畢業了! 好!先調查一下這個 這個車子比較調查一下 這個車子比較調查一下 這個似乎是...我會幫助我的畢業的 這個鞋子 實在太恐怖了 好想知道外界的資訊啊! 如果可以看電視就好了 嗯!展示櫃有很多食材啊! GAT! 我想這個是調查框來的 沒有其他東西了應該 會有些隱藏的東西被我按的呢? 好!是沒有的!出去! 是! 有什麼地方我沒有去過啊! 沒有啦應該... 是!出去! 再看看地圖先順便 餐廳、廚房 那...這個就是去學校那邊 今天主力探索這個... 嗯...宿舍化圍先吧! 洗衣呢? 洗衣有什麼可以搞啊? 我還沒跟同學互動啊! 嗨!這位同學! 不宿舍化圍很可怕啊! 你真的被人找藥在啊! 哇!這麼多東西可以調查啊! 洗衣機! 洗衣間有洗衣機理所當然啦! 唉!重複的調查東西! 欸!不對!有框的啊! 唉!逐一逐調查一下!有框的話! 可能調查到這裡有一個出口的呢! 又有一個框了! 可能其中一個洗衣機呢... 不是洗衣機來的出口來的 可以捐進去 然後按洗衣的按鈕 看我突然... 沖一點水出去 然後就... 耶! Good Ending! Happy Ending! 有沒有可能呢? 大哥...我想我就知道了 如果連這件衣服都可以調查啊! 可不可以拿來問啊! 有人把泳裝掛在這裡啊! 我相信是那個游泳選手啊! 應該是! 真的那個女的那個!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糟了!我的人名字那麼差! 會不會玩得很差啊!這遊戲! 周圍都被人監視! 還有什麼可以調查啊! 咦!有了! 這個也沒有必要檢查啊! 但是為了拿框檢查一下! 黑白航空隨時會再次出現的! 好!最後一個就是這部機了! 自動販賣機來的! 是不是呢? 販賣機! 洗衣服的時候隨便喝! 嘩!口渴啦!喝一口東西也要! 好!出去了! 嘩!怎樣增進感情啊! 去這間房間那裡? 我要跟他增進感情進去! 什麼叫沒有東西找他呢! Hello! 怎麼會變成這樣的希望風學院? 又有一道被人風雨的門啊! 是什麼門來的? 應該是儲物室之類的那些東西啊! 2樓到現在還沒有上得去的! 嘩!找找我的助手先! 就在我旁邊而已! 來!我和你增進感情了!準備! 嘩!嘩! 嘩!嘩!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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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送些文化給你 她的笑容可以讓我心情放鬆神奇笑容 其實不是這些客氣說話 這個笑容真的給了很大的幫助我 不過我真的不害思義 既然可以和你這麼親近的聊天 讀國中的時候你都不會和我說話 是不是 因為你是個名人 不能一直看著你 咦?你怎麼知道 我眼神幾乎沒有和你對上過 因為我經常都看著這個苗木同學 咦? 其實我一直都想和你聊天 和你增進感情的 因為我身邊總有人 因為我身邊總有人 所以 連話都說不到 畢業了 好遺憾 但為什麼你會想和我聊天 咦? 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有隻小鳥誤進了這個池那裡 咦? 當時日本有個故事就出現 千年萬年龜那些 誤闖那隻大鳥 我記得是 我哪記得啊 大哥 蛤? 是不是蛤來的? 好驚人啊 不竟是蛤 太大隻小鳥了 老師嚇了一跳 但是最後是 明武同學 令他走回到森林那裡 因為我是沒有那些 自育的故事 所以被迫幫忙 其實 但是 我可不可以為當時的事情 多謝 其實我就是那隻小鳥 用來報恩的 請我幫你織布 哈哈 先說笑他 我知道 不過我真的會被迫你的 所以我真的很想和你說話 其實 不過我猜不到 竟然會在這麼絕望的認識那裡 嘩 真的很喜劇式的重逢 但是背景竟然會成為一種這麼詭異的學校 不過我有個想法 如果那時候是小鳥一樣的話 明武同學一定會拯救我的 雖然是直覺 但我就是這種感覺 拯救這個母員同學 嗯 我努力的 我會令這件事情 不只一種直覺 我一定會拯救你的 我什麼都願意做的 因為我有了超能力 說了很多次 我已經覺得是不辱玩笑 是真的 她的笑容有了大力量 所以剛剛通常有一個 微妙桑音的技能 是甚麼技能 來的 分開它之後 把自己回房裡 看看我微妙技能 叮噹 咦 黑白熊 現在是10點 現在是晚上時間 餐廳鎖門 和大家約好了 我不能出去 不過明天一定有線索 睡覺 我停下想起 原本和我的對話 有點不甘心 雖然我可以了解她的憤怒 但不可以分擔她 始終她背負的東西 我一般的觀眾生不會明白 所以我根本分擔不到她 不開心 唉 真的有決定性的 不同我和其他人 好不甘心 睡吧 那麼多話說 為甚麼每一份一覺 就有黑白熊的溫興劇場 為甚麼黑白熊 今天有甚麼溫興劇場 跟我們說 各位觀眾 自相殘殺的校園生活 開始了 嗯 你覺得呢 以為自己可以跑掉了 哈哈 到時候才開始 希望之間的自相殘殺 還未開始 好期待 好刺激 快點自相殘殺吧 叮噹 早上了 然後廣播說 有一個人被殺了 起床 今天沒甚麼特別 今天到 嗯 今天 之後怎麼算好呢 之後活動時間 好啦 雖然這個櫃框還要玩完 但我暫時休息一下 那我們之後再見啦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按個讚啦 如果想看更多的影片的話 就按訂閱啦 對 П П T P P P